美国总共有200多架中国制造的起重机遍布全美各地 可远程操控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拜登总统签署行政令 未来5年内将投资200多亿美元用于港口安全 包括生产美国制造的起重机 同时授权国土安全部和海岸警卫队 保障美国海事船只与设施的网络安全 共和党众议员卡洛斯及美内斯表示 已在国会推动立法 最终取缔所有中国制造的起重机 目前 中国制造的起重机 占美国所有起重机总数的近80%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赵凤华 田园综合报道 您的刮使人电视台记者赵凤华 show